今晚,约正在上海大学做演讲,最近凭借演习攻略,诱火了一把和他,一看今年低头做人的性格,不仅到处接受访问,今晚还直接开启了演讲模式,还是他一贯的风格,爆料不断。 首先就说了,当年《神雕侠》里《小龙女心目》中的第一人选是五几年,不过因前公司拒绝合作换成了陈燕熙,不过其实这也并不一定是件坏事,毕竟当年的《小龙包头》遭到了全网潮,而这部剧的评分也一直很低,而大火的演习攻略一开始定的并不是五几年,他进来的时候刚好袁姗姗都气走了,杨蓉又推掉了,这么个讨喜的角色,说实话谁脸都会火, 不知道杨蓉现在有没有后悔,另外,他今天还澄清了这部剧,并不会拍第二部,并且演习番外,确实会有一个六集的番外片,不过是因为后期还没制作好,五几年会挑战老年装,这部剧的粉丝过不久就可以刷起来了。 可以说,鱼妈虽然在抄袭尚不道德,但确实对旗下的演员是好,每一个鱼女郎基本都火了,作为新人来说,和他合作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,你怎么看? 最新娱乐圈资讯右上角关注于《请我最懂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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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